古时候,成为皇帝的妃嫔是每一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。 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为了这一次机会,拼了命地去争取,做梦都想成为一个受皇帝青睐的宠妃。 当一个女子得到皇帝的钟爱并成为妃嫔时,她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,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也将随之而来。 女性在每个月的特定几天都会经历一段特殊时期,被人们称为月室或者利嫁。 由于古人的思想封建保守,他们将这个自然现象视为污秽之物,因此在男女同放时,他们自然要避开这段时期。 那么当妃嫔来了月室,皇帝刚好要求事情该怎么办? 1.观女子事情 古代宫廷内,每位妃嫔的身边都会有几个可以侍寝的官女子,这些女子按常理规矩也是可以侍寝皇帝的。 汉景帝以饮酒为消遣,每次皇帝断坐于大殿之上,沉醉于美酒之中时,成姬都会静静地陪在她的身旁。 一天,汉景帝决定让成姬侍寝,成姬此时刚好来了月室,心中既害怕又无奈,她知道皇帝宠溺自己,常常迁就她的一切,现在无法违抗皇帝的命令,但她也明白自己此刻实在无法服从。 机灵的成姬立刻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。 她暗地里找来自己最亲近的侍女,把她带到汉景帝的寝宫中,她对侍女说,今晚你要代替我陪伴皇上,在她需要的时候尽职尽责,如果有什么需要,一定要记得体贴入微。 当夜幕降临侍女小心翼翼地进入寝宫,最久的汉景帝一时并没有认出,就这样,侍女代替成姬依奉了皇上,第二天一早,这才醒了过来。 后来她才知道,原来在她身边的不是成姬,而是她的侍女,不过汉景帝并没有责罚任何人,令人没想到的是,这位侍女居然怀孕了。 十个月后,一个健康的儿子出生了,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刘发,成为了汉景帝血脉延续的希望。 二,用外物暗示。 汉朝时宫廷中的嫔妃们过着谨慎的生活,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以免不扫皇帝的心,也就是说要避免让皇帝感到尴尬或难堪。 因此,聪明的嫔妃们发明了一个巧妙的方法,来避免来月事的时候事情的情况发生。 每当月事期间,嫔妃们会戴上一枚金戒指,这枚金戒指并非只是一件饰品,而是隐藏着深意的象征物。 当皇帝前来探访嫔妃的寝宫时,他们会故意将手上的金戒指展示给皇帝看。 通过这个细节,皇上便能心领神会,知道嫔妃当下正处于特殊的状态,即月经期。 于是,当皇上发现嫔妃手上佩戴着金戒指后,立刻明白这个妃子正在经历这个特殊的时期。 皇帝并不会表现出任何不悦或让嫔妃感到尴尬的迹象。 这样一来,通过这个巧妙的细节和仪式,既不会让皇上吃到闭门羹,从而损害他的面子,避免尴尬和难堪的情况发生。 嫔妃们的智慧和机制使得她们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尊重,同时又能照顾到皇帝的感受。 东汉时期,有一位贵妃想出了一个独特而引人注目的主意。 每当立嫁来临之际,她会在唇边点上两个鲜红的小点。 这一点小小的改变不仅直观地表达了她正在经受月经的困扰,还让她的面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 这样的妆容迅速在宫廷中流行起来。 这种妆容不仅直观地表现了妃嫔们的生理状态,还使她们更加美丽动人。 红点渲染的妩媚面容成为流行的代名词,无论是宫廷还是外界,人们都竞相模仿跟风。 宫廷内外的妇女们开始效仿这一新的妆容趋势,使之成为整个东汉时期的流行风潮。 五代十国的时候,天下大乱,地位高的妃子都会得到优待。 一般都是让宫女在自己门口挂一个大红灯笼。 红灯笼的明亮色彩在宫中显得格外醒目,皇上无需言语,一看便知嫔妃正在惊妻, 从而可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计划安排。 并非所有妃嫔都享有这种高级待遇,低阶妃嫔可能没有这么多资源和特权。 但他们也不希望皇上因为自己的惊妻而受到干扰或困扰。 于是,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, 那就是在自己的胳膊或者腰带上绑一条红色的绳子, 这样就更能吸引其他人的目光。 三,清朝绿头牌。 明清时期,皇室为了更有效的传宗接待, 采取了一项独特而巧妙的措施,即设立了静世房。 这样,这个机构就成为了皇帝和妃子们之间有效沟通的一个桥梁。 其首要任务就是将每个嫔妃的精妻都做一个详尽的记录, 以便于及时调整,以增加他们怀孕的机会。 通过静世房的存在,妃嫔们的生理情况得到了精确和详细的归档。 每当一位妃嫔经历月事,这个关键信息会被仔细记录, 以便皇帝在日后的同房计划中做出相应的调整。 此外,妃嫔们与皇帝同房的时间也被精确记录下来, 从而让妃嫔们在最容易受孕的时候与皇帝有更多的亲密接触。 清朝时期,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, 皇帝的妃子们也有了更加规范的管理方式。 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便是静世房筛选并推出了一种特殊的绿头牌, 用以确定晚上能够侍寝的妃子。 倘若某位嫔妃来了月事,她就会提前告知静世房的太监。 这并非因为宫廷需要知晓她的私事,而是为了避免尴尬的发生。 因为一旦嫔妃来了月事,她的身体就变得不适,行动也相对受限。 如果此时被皇帝挑中,那场景可谓是尴尬至极。 每一位妃子的名字,以及他们的荆妻,都在静世房里做了标记。 当一位嫔妃告知她的月事到来,太监们会记录下来, 这样,在承上旅投签的时候,他们便能将有月事的嫔妃排除在外, 以免影响皇帝的选择。 在古代,人类的知识水平很低,所以会产生很多的谬误。 男人们觉得女人的月经不洁,所以对这件事都是避之唯恐不及。 在古代宫廷中,如果一位妃子来了立嫁,他不能直接告知皇帝,而必须采取非常隐晦的暗示方式。 因为直接向皇帝表明这一事实将被视为大不敬之举,极有可能遭到严厉惩罚或被非处贬斥。 除了不能直接告知皇帝之外,妃子在立嫁期间还不能与皇帝亲近或发生性关系。 若在来立嫁的情况下侍寝皇帝,无疑会被视为对皇帝的极度不敬,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。 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体。 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订阅我的频道。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。